今天聊聊张贵梅老师改编的《我本是高山》吧 这部电影被骂得不轻 既然拍的是真人原型的电影 还是这种一个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要尊重事实 不是说完全不能改编 但每一点改编的地方 要有说得清理得住的原因 他们拍不好张贵梅 也拍不好主旋律 其实是中国文艺圈并了 这部电影可谓是三方都没有讨好 现实原型确实太过失真 电影拍得一般般 左派觉得完全忽略了党和人民的力量 而现在热门的女性主义思想 又觉得电影在捧男性而点滴女性 所以几乎都在骂 那么他该骂吗 这部电影也确实该骂 细节是真 改编荒唐 海青新片最大问题是没了信仰 这部电影细节的改编有很多争议 比如把酗酒的父亲 改编成酗酒的母亲 叛逆染发又浪子回头的女中学生 思念王夫忠德天佑的女主角 这种buff都叠满了的问题 她最大的问题是把原型的信仰都改没了 似乎故意忽略掉了 张桂梅的伟大是深入群众 和从群众中孕育出来的伟大 她获得的七一勋章上的标志 是鲜明的镰刀与锄头 爱情对于张桂梅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但这不是她人生的全部 张桂梅可是一个拒绝学生 做全职太太的真独立女性 她的高尚和伟大 绝不仅仅来自于微观个体的小爱 而是宏大叙事的大爱 而这种宏大叙事集体主义的取向 又恰恰是某些文化人士 想要避而不谈的 张桂梅校长的事迹里 当然也有批判的部分 那批判的对象绝不是集体和宏大 而是落后的观念 愚昧的认知 是客观存在的地域 贫富 性别间的差异 但他们没有那个思想 没有那个觉悟 没有那个情怀 就不要以己度人去拍自己不信的东西 糟蹋了崇高的东西 又打了自己的脸 还恶心了观众和热爱张老师的人 你以为你们很高明吗 咱们真的不能对国内大多数影视娱乐圈的人 有任何期待 他们连赚钱割韭菜都懒得做样子 但凡真的做了功课 搞了调查研究 真的和张老师聊一聊 也不至于拍出这样的四不下 我记得谁说过 娱乐圈是中国最封建 最腐朽 最落后的圈子 不但如此 他们还极度傲慢 明明不懂还要装的掌握了宇宙真理一样 他们要解构崇高 他们要摧毁信仰 他们还要垄断历史的解释权 我理解他们这些导演和编剧的逻辑 他们的意思是 我都没有信仰 你怎么配偶 我都没有党性 你怎么配偶 他们拍解放军 志愿军 工人 农民 干部 共产党人 为什么总是拍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怪味 因为他们自己根本不信 如果我们的文艺一直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如果我们的资源 资本 特权一直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我们的文化就不要谈输出了 自己的老百姓都看不下去的 这次不止拍糟糕了张贵梅 他们拍糟糕的已经太多了 但中国观众每次都去骂主旋律 其实真的和主旋律没有关系 是中国娱乐圈病了 左派骂 右派不服 原型觉得假 我本是高山该骂 我本是高山 这电影的争议真的挺多 还挺典范的 它绝不是男性和女性的矛盾 而是人民大众和精英主义的矛盾 这电影可谓无差别的得罪观众 得罪女性 非要把真实事件里酗酒愚昧的父亲改为母亲 还把张贵梅写成了恋爱脑 得罪男性 电影里除了导演艺人外 主创基本都是女性 结果电影被骂媚男艳女 男同胞们坐在家里啥事没做 无故被甩了一口锅 上述都是表象 这电影最不该得罪的 有信仰的群众 你要拍人物传记 就老老实实地尊重人物的内核 张玫瑰校长的精神内核 不是为了丈夫 也不是西方那套 而是大爱和党员的觉悟 是宏大叙事下 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初衷的具体表现 深刻实践 这些最真实的有关信仰的部分 却不知道什么原因在电影里 没有得到足够的呈现 最后电影拍出来的效果 仿佛成了狭隘的个人小爱 甚至自私和偏执 非要突出爱情 非要小布尔乔亚一番 张桂梅的伟大是深入群众 和从群众中孕育出来的伟大 她获得的七一勋章上的标志 是鲜明的镰刀与锄头 这种伟大 也绝不是西方好莱坞式的人民都愚昧 需要英雄来拯救的个人英雄主义 更不是白左般的 我高高在上的俯视你 然后施舍你拯救你的作秀 我们很多知识分子 尤其一些电影人 深受西方舆论熏陶 偏偏就喜欢后者 而拒绝前者 这也能解释 为何之前的金基电影节理 流浪地球 在一片观众的好评中 却没获得多少奖项的原因 刻意弱化张校长的信仰 弱化这个信仰 就无形中弱化了某些最重要的东西 而是转移到个人用爱发电的方向去 这是什么套路 这是好莱坞电影 普世价值观叙事套路 白人去非洲 去中东当救世主的套路 电影内 西方好莱坞普世价值观下 个人用爱发电 白人救世主降临的套路 电影外 消费女性话题 挑动男女对立 这三个点都占齐了 实在厉害 中国娱乐圈病了 还病得不轻 其实电影有争议很正常 相对于没有争议的电影 对影视业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好事 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员 也在题材拍摄都有很大争议 并在当时事实上被禁止公演 今天以时代楷模张桂梅为主题的电影 《我本是高山》争议再大 争议上几年又能争议到哪去 对于电影出品出街前 就应该有所准备 揪心的事实 恶意的评论 丧失良心的杂音 的态度应对 作为一个有历史 经验 资源的机构及平台 令人失效 客观上 《我本是高山》这一电影主题号 宣传上有需求 资源支持充足 但必须承认和料制到题材处理 编剧 本身的难度也很高 难度高就更难免争议 这一电影是当下题材和环境的 教育 社会环境 地域各种问题交织的环境下 对全国教育系统读数一致题材的处理 显然有难度 电影中的处理手法实际上仍是老三突出 稳妥但在现在的电影受众 和看多世广各种电影的环境里 难免被质疑 不讨好 再说 现在的教育又是社会争议 和意见集中多发的行业 教育界本身从人事多诡制 管理 效益上问题不少 在举国教育体制 曾分履息的教育行政 海量财政投入之下 对张老师以一己之力 毕露蓝褂扮下华评女高本身 这一非常具有和反映中国特色的事迹 争议和看法本来就存在的 且不必会言 张老师本身也存有争议 电影处理好这些的难度 又可以想见 我觉得电影接受正常的争议 欢迎批评 该咋的就咋的 好奇的倒是中国电影报道 剧组等为啥要掺和进 这明知本就复杂诡诀的舆论氛围里 令人不解 电影作品要么制作者关起门来自我欣赏 自我陶醉 谁也管不着你 要么给大众看 就得承受大众的批评 又想赚大众的钱 又骂大众不懂欣赏 未免太过傲慢 中国娱乐圈病了 他们拍坏的 又岂止张贵梅老师 最后 中国娱乐圈问题确实挺多的 主要原因就是 他们内心不信世界上有雷锋 焦玉露 张贵梅一样的人物 用自己挖地一样的心理 去揣夺真正的高山 他们一页帐幕不见泰山 实际上中国大地上 到处都是张老师一样的共产党人 他们忘了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1800名干部 他们忘了那个牺牲在大山里的黄文秀 而不是仅仅出于导演的私人利益 为了迎合西方 为了炒作 好莱坞一直是美国软实力的象征 是美国对全世界宣传美国主旋律 搞文化输出 意识形态输出的武器 现在想想 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电影人 吃着中国人的饭 自己却是美国的武器 最后 话说回来 电影题材无惧争议 票房压力 财务压力即无 这样的电影都拍得要六公主再发声 包括六公主也都可以反思下 不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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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